各位好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中心跟NIT 是由台大风险中心跟NIT Radio 全球广播网所共同制播的 检测不足 一直是国内外许多专家所提醒 而如今恐怕也正成为了台湾驿站失守的主因 国际传媒聚焦分析了台湾的状况 最近一周我们看到了彭博 有一篇标题为自满 让新冠病毒攻破台湾唯一防线 几乎开头就点破了问题 筛检太少 并且是近乎于零的疫苗接种率 还有对于隐形感染者缺少监测 文中引用了病毒学家格雷格里波兰所说的 如果他们有300例被诊断出的病例 那么他们在社区中就会有3000例 而他们并不知道 还进一步的再指出这是台湾的关键问题之一 指挥中心宣称大规模的测试将增加误报浪费医疗资源的风险 这与全球最佳测试做法背道而驰 而大一世荆州在于我们忽视了无症状的感染者 德国之声访问了美国奥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的主任 季俊辉 季俊辉指出说其中一个重要的新讯息是 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大多数人都不清楚 绝大多数的新冠病毒是由无症状感染者所传播的 美国的时代杂志有一篇报道名为 虚假安全感及小丝密查如何攻破台湾的COVID-19疫情防线 文中指出台湾是全世界已开发国家中倒数的疫苗接种率 依据牛津大学数据All World in Data 台湾的筛减量在5月初疫情爆发前 每日每千人的裁减只有0.02次世界倒数 几乎是变种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者多 愚晴又在在的反对提高筛减能量来围堵住病毒 这种不够科学的治理何以致之 我们回溯起来 2020年彰化线抗体血清事件中 几位权威公卫学者与中央指挥中心的处理不同调 而招致的处境从此引发寒蝉效应 各类的扩大筛减不论是人人普筛 或者是风险族群广筛等都蒙上阴影 截至到5月14号国内病例累计才1290例 短短的11天到了5月24号已经增加为4917例 暴增大约3600多例 是过去一年半的三倍 建设性而言 我们此刻到底要如何跑在病毒传播前 为各位访问的是台湾大学公卫学系 继环境与职业健康科学研究所的教授 前台大公卫学院的院长张长泉老师 张老师您好 陈伟你好 无症状的感染者很多 所以因此在群众的这个恐惧的心情之下 于是普筛的声浪又再起 我们建设性而言 您觉得什么样的筛减方法 比较能够防堵无症状的感染者 人类面对这个新冠肺炎流行一年多以来 已经累积很多的经验 因为疫情在不同的国家都有大大小小的爆发 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社区传染的一个疫情的状态 那我们总结起来所有国家在面对一个社区传染的疫情的时候 那因为感染的来源是没有办法去确认的 不像是说从境外移入的时候 你可以去找到最源头的那个传染源 所以在社区传播的阶段的时候 国际上的共识 用科学性的防御最好的方法就是检测 是的 然后追踪足迹 然后把接触者找到 然后继续检测 然后如果是阳性的就必须要做一些治疗的 这个或是隔离的处置 那接触的人就不断的扩大的检测 所以扩大检测 是在控制社区传染的时候 一个必要的一个措施 是 我们目前在检测的方法上面 我们目前是采取 就是先透过抗原的快筛 然后有阳性的反应 再搭配PCR检测 换而言之就是说PCR检测 是确诊工具最关键的一环 不过这个相加起来 快筛大概十到二十分钟 PCR的检测大概一到三天 可以获得通知 在国际间有更快的方法吗 一年多以来这个疫情 让我们人类学习到说科技力量的可贵 那一年多以来人类靠科技防疫 其实有非常多的突破 其中最重要的突破就是检测四季的这个开发 在疫情开始的时候 当中国发布了这个新冠病毒的基因定序之后 德国的科学家就可以用这个定序里面 找到关键的S蛋白的这个区位呢 来开发出核酸检验的方式 那核酸检验就是需要用 我们现在所谓的PCR的这个仪器设备呢 来帮忙这个检测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在核酸量很小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被你采集的这个 人呢 他的身上有没有病毒的踪迹 这个时候呢 他有可能是火的病毒 也可能是病毒所留下来的核酸 那这样的一个检验试剂 这么快可以出来 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就把它采用 然后推展到世界各国 成为大家来诊断 新冠肺炎确诊的一个 很科学的一个诊断工具 那我们就说这样子的检验叫做 诊断检验 Diagnostic testing 那对一个流行病的流行过程里面 因为他在我们的人群里面 会有传播 然后会有很多人感染 那一开始这些诊断式的这个检验呢 世界各国量能都不是那么多 常常是要花一天才有可能把他分析出来 那如果你再加上因为需要对于敌验部的采样 那样本的处理运送 那在大陆型的国家呢 那常常都是三天到一个礼拜 欧陆的一些国家美国所采用以后 即使是所谓的核酸检验呢 我们也可以压缩到三到六个小时就可以得到这个答案 那甚至在某些的机场里面呢 你从采样到得到答案呢 常常是小于三个小时 所以大家误解了这个快速筛检的这个名词 也就是即使是核酸 在我们配备适当的检体的采集跟仪器的分析 我们可以说的很短 在这个同时里面呢 当大家有这个核酸检验的这个诊断式的筛检以后 对于传统的病毒的流行病的这个调查里面 公共卫生最常用的工具就是大量筛检的检验 叫做Mask Screening的那个Testing 那这个时候呢最有效的方式就常常是用所谓 抗原检测试剂 那抗原检测试剂的重要性就是说当一个人被感染之后 然后你如果用抗原可以检测出来 那代表这个人当下他的身上的病毒量其实是蛮高的 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那个时候传染给别人的传染性就很高 所以很多的国家就投入了很多的心血去发展 所谓这个抗原检测试剂 也就是现在国内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快塞试剂 那这个也是在一年多以来有神速的这个发展 那一开始我们抗原检测数据的这个敏感度跟专一度都不够 也就是说他可能要在病毒量非常大才可以检测出来 后来就是越敏感就是越降低病毒量就可以检测出来 第二个专一度就是说 常常会有其他的感染来干扰到我们的检测结果 那一样他们也修正了很多这个试剂的里面的成分以后呢 变得他会受到其他 不是新冠病毒感染的这些影响到检测结果的程度 也越来越小 那这个试剂呢 从一开始也要医师的采样 然后医师定点的这个采集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快塞诈 到现在已经进步到说 可以自己在家里 买到这样的检测器打开来自己做 那常常这样的结果都是在十五分钟左右就可以知道你是阳性或是隐性 这个是第二种检测 第三种检测是叫做抗体的检测 那一个流行病到一个程度 流行到一个程度之后呢 我们就必须做抗体的这个疫情调查 这个目的就是说 几乎所有的感染症都有人会没有症状 也就是说感染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产生症状 产生症状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变成重症而造成死亡 那这个怎么办呢 你就是没有办法用前面这两个检测去找到这些人 更何况我们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检测过 所以我们的族群里面无可避免 一定存在一些没有症状 或是其实他有症状 他掩盖起来他没有去被检测 然后后来他也没有产生重要 重大的疾病而死亡 我们就不知道这些人 这些人就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那怎么去知道这个人呢 因为病毒感染过 必然在身体上留下痕迹 那个痕迹就是抗体 所以我们就要做抗体的疫情调查 这个就是去年彰化线卫生局 曾经在他们的这个现金里面 对一些已知 这个感染者的亲密的接触者 做血清抗体疫情调查的一个道理 那世界上各地 发生过 新冠肺炎这个流行的国家 或是很多的城市 都不断地持续地在做这些 血清抗体的调查 无非就要知道说有哪些感染的线呢 是用核酸或是用抗炎没有看到的 是 我们没有漏掉那一些路线 那那个路线就会看到说 有一些人际国的关系 有一些地点的这个 场所呢 是不是产生这些抗体比较多的地方 所以这些做法是我们所谓的检测 跟疫病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 这个哈佛大学的荣退教授李敦厚 他其实也是台大工卫的校友 他日前就指出说比起现行我们的病毒抗原的快筛 他认为同样快 可是更准确的会是病毒抗体快筛 这是不是跟刚刚詹老师您所提到的 这个抗体血清的这一种试验 是相同的一件事情 病毒抗体快筛 一提两面 他讲的如果更精确一点 要像我刚刚讲 你现在做抗原是必要的 因为你必须要把还有传染的人 往前传染的可能性 要赶快把它阻断 所以像我们就是希望说 台湾现在这个处境 就赶快去找到你 堵住他的这个往下传 那抗体是可以让我们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其实他的热点 曾经发生过的热点在哪里 那有可能就是还是现在的热点 我想李教授的意思是这样 了解 您既然提到了就是热点热区这件事情 我想要请教您在公卫的概念里面 什么样才可以称作热区 在这一次的流行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有几乎所有中药国家的大都会都产生过非常大的这个疫情 像纽约啦 像洛杉矶 像巴黎 柏林等等的 是 那目前用出来的就是说你用有检测的人产生阳性力的这个高度 OK 那如果说一百个人如果只有三个人 三个人以下你会检测出来是阳性 那就是比较低的社区传播的地方 台湾过去一直都停留在这个 了解 那三大五就开始是比较严重 那大余大概八跟九 那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社区感染 所以这个是可以看看说我们国家现在是落在哪 那我是觉得像台北市有些地方就已经很接近 或是曾经超过八嘛 是 是 是的 对所以因此就是说柯市长 他在上周开始他就强调说 台北市是以快筛来取代PCR作为最终的确诊工具 因为他说他的目的 他知道快筛并非绝对的准确 可是因为快筛有助于迅速防堵 以这个流行病的防堵 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柯市长这样子的策略的话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在疫情严重区域不得不然的方法吗 这是现在台湾可以用的最好的方法 因为我们过去一年来并没有像国外的核酸检测的能力 成长得那么快 在以纽约州来讲 他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也做不到几千人 那后来他的检验的能量就可以做到几万人 后来甚至可以做到几十万人 也就是说当你每天有十万人的核酸的检验的能力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用核酸来做快筛 那你没有的时候现在你能够做的就是用抗原来做 所以这个是我想柯市长他是了解这后面的科学 你要要准确又要快 有没有有办法的 世界各国现在都可以做到基本单位 都是当天可以做到十万以上 大部分国家都有这个能量 那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量 我们就必须仰赖这个抗原 了解 我要帮听众朋友来请教詹长泉老师 就是说最近仍然有大规模群聚 而且跨区移动的状况 例如说国中会考 他是一个二十万人的跨区群聚 停课的南返潮也是 所以这代表说社区持续有新的人流进入 因此透过强调热区 也就是阳性率 过去的阳性率的这个高低 才把它视作热区 那热区才设战 这个有些人会担心这个比较大意 不过如果以詹老师 您的专业的观点会怎么看这件事呢 与台北市来讲 第一个礼拜集中在万华是一定要做的 那接下来就是台北市其他区域 是应该也要设一些快篩来了解 因为这个来了解这个整个传染的状态 因为从学理上或是从空间时间上面的考量 你很难理解在台北市这么小的区域里面 其他区域没有类似这个跟 了解 跟万华有互动的情形 那同样的情形 他也不该只是台北跟新北的事情 因为台湾基本上是个一日生活圈 我们的客运 我们的铁路都可以在不到这个十二小时之内 达到很多很多的地方 所以这种普遍的在各个行政区 有一些筛检的这个点的设置 然后来对于特别是有怀疑 有可能接触 或是已经有一些相类似这个新冠肺炎症状的人 做筛检是必要的 另外一个更必要的 也有人提过的 就是说对于热区中的热区 以过去其他的方式 就是叫做兼并侵略的检测 也就是说在万华 特别已经知道 特别多个案的一个小区域里面 甚至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把它检测 在最短的时间 那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 就是挨家挨户的去测 这个是会把那些没有主动出来测的个案找到 了解 我帮这个县市政府请教詹老师一提 就是说最近县市政府常常做的一件事 就是姑且把它称作小型的广筛 那个是例如什么呢 例如说就是彰化的葡萄妈妈 所以当时彰化县政府就对同天中午 同样饭店的一千多位进行了筛检 另外呢 例如台中市政府也针对朝阳夜唱团 引发的群聚感染 而有一个签名的这一种筛检 您觉得这个县市政府的这样子的做法 是针对这一些风险群的合适方法吗 还是可能用杀鸡烟用牛刀用了太大的力量了 流行病学的原理告诉我们 这个传染病的传染是乘几何指数在这个成长 几何是指倍数吗 就是二变四 四变八 八变十六 这样一直往上去的方式 那看你的底数是二还是三 所以那个成长的是这个指数的方式在成长 很不幸的我们人类的思考是线性的 我们总结的时候一变二 二变三 三变四 对着时间的过程 所以这个就会误判了情势 那更何况这一次英国变种的这个新冠病毒 它的传染力比我们一年前的知道的 这个最原始的那个新冠病毒 它的传染性是比较高的 是 所以彰化线燕燕博局长所采取的方式 就是完全用流行病学的原理 但他知道有个位数的感染的人 回到彰化线 他第一层接触的他的家属 就是差不多是两位数的 大概就十个左右 当这些家属再散出去 感染到其他人的时候 可能就是百位数 譬如说有个家属的成员去感染到学校的同学 那这个就是百位的 当他知道说其中有个成员去一些比较大型的聚集 譬如说去一个场所 那个场所参加婚宴的可能是几百人 那他同时有三个婚宴在那里 加起来一千多人 所以你看 各卫士 鼠卫士 百卫士到前卫士 他就是把他宽列的很宽 用指数的方式把人宽起来 你才可能抓到所有可能的个案 不会去漏掉 这个就是系统性有方向性的扩大筛检 果然有效 他大概就是国内最能清楚的追踪一条线 然后把所有可能的感染者尽快的找出来 堵住了这个继续传染的可能性 那他扛之又有一些他也都用这样的方法 所以我是觉得他可能会成功的堵住这些疫情 在彰化扩散 那他这样的东西其实其他现实 必须要学习 赶快这样做 不然现在如果没有这样做 还是靠着用数学的方式 今天一百人测一百人 明天测两百人 这样的速度可能没办法追得住 追得到这个病毒传染的这个速度 您如何评估企业想自行快筛的 所造成的这种防疫围堵的效果 我国的试剂会够吗 不够怎么办 那试剂您刚刚一开始其实有说 其实现在已经操作技巧 是甚至非医护的一般人 好像也都可以自行的筛检使用 所以您如何评估这个企业想自行快筛的声浪 在大流行之内的疫情是属于大家的 对抗这个新冠病毒呢 也是大家要协力的 那美国的例子就是说 不可能只靠政府来检测 所以他们能够大量检测 就是民间的介入 所以他动员了很多检测公司 然后来加入这个行列 来改善仪器设备 增产很多的试剂 同样的要在这个检验的过程里面 他们的联邦政府 地方政府也是利有未待 他常常需要很多的企业界 一起努力来做这些检测也好 施打疫苗也好 所以公司部门的合作是一定必要的 国家如果下一步要走到 更广泛的筛检的时候 靠公部门一定是有所限制 所以一开始要思考说 怎么跟司部门合作 怎么让司顿文可以用他的专业 或是他的能力 来协助检验跟甚至以后的打疫苗 以您了解 世纪目前国产的还足够是吗 我想这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不够的话 国际上也不是那么困难买到 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需要有这样量 然后我们就应该去符合 然后要去买到这个量 或是生产出这个量 以目前来讲 我觉得都比一年前要好很多 没有那么困难 是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由台大风险中心 所跟我们共同制播 为各位访问到的 在线上的他是台湾大学公卫学系 继环境与职业健康科学研究所的教授 前台大公卫学院的院长 詹长全老师 关于这个疫情推估的模型 我们有办法透过模型来推出 哪一天可能是疫情的洪峰 因此接下来的隔天 就是他的转折点 拐点 要即将疫情下降了 有办法推出这个日期吗 在一百年前的流感大流行之后 人类就说 我们必须透过很多科学的方法 来准备下一个重大的疫情的清洗 那生物学有很多的进步 医学有很多进步 然后数学也有很多的进步 所以就根据过去的资料 都会来预估一个疫情 他在这个流行的过程里面 可以用统计的方式 统计的模型来估计 当天的 或是估计未来几天 或是几个礼拜疫情的走向 那在很短的时间 在世界各国 这个指挥中心都有仰奈 各种不同的来源的数值 模拟 来模拟出这个疫情会 怎么往前走 那这里面牵涉到一些 疫调资料的正确性 跟相实性 那再加上一些假设 因为这些假设要看美国国家的 人际之间的网络跟互动的 种种的情形 然后就可以给出一个 有用的这个模式模拟的结果 这个是几乎是已经变成 世界各国疫情防治 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最后还是指挥官要做决定 但是很重要的数值 这几天出现了所谓的 这个叫做校正回归 然后中央指挥中心有不断解释说 其实是疫调塞车 所以可能因为目前我们疫调的能量 一时间还应付不太了 这种爆量的这种可能案件 以及确诊案件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难用 疫情推估模型了 是这样说吗 这只是资料呈现的一个方式 很少的国家会把每一天多少个案 这样子来作为报告或是呈现 至少都要用七天的移动平均来看 这样子 所以每一天其实都有七天平均过 他就可以解决这个报告迟缓 或是有一些行政上措施所造成的 可是我们一开始都没有这样做以后 民众都每天要等待一个单一个数字 那这个是有点误导的 就是一般我们都会说 七天移动平均在今天得到的 这个感染力或死亡力 这样你会比较稳定的 可是这只是数字的呈现 后面所需要的 你刚刚提到的或问到的 有没有一些统计模式 那是很复杂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张长权老师也呼应了 张化县卫生局赖燕博局长的说法 那就是说任何一个个案都会经历 发病日 就医日 裁检日 公布日 而叶局长认为 要用哪一个日来算 才最能真实反映疫情的进度呢 我们一起来听 最近对于这些病例数的一个统计发布 有一些大家觉得可能不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特别说明一下 我们每一个个案 从它开始被感染到 它会经历几个过程 第一个是它出现症状 所以第一天出现症状的那一天 我们叫做发病日 就是症状开始的日期 那你有了症状之后呢 有些人会去看病 会到医疗院所去 也许是诊所 也许是医院 那你可能第一次去看病 第二次去看病 那到看病的时候呢 如果你有告诉你的医生 你的接触史或是旅游史 这个医生的警觉性会提高 就会转介你去做裁检 那如果说你没有告诉医师 你的旅游史或是接触史的话 其实要由医师 单纯这个症状来判断 你需不需要裁检 实际上是有困难的 因为这个新 那个COVID-19的病人 他的症状跟一般的感冒 其实差别没有很大 那当你到医院接受裁检的时候 裁检那个日期 那天的日期叫做裁检日 那裁检日确诊之后呢 会有经过一些 我们防疫体系的资料的处理 最后是由指揮中心来做公布 公布那一天呢 我们叫做公布日 所以刚才那张投影片 我们看的都是公布日 可是对于来讲 我们要反映一个疫情真正的状况 其实是要从发病日来做统计 越能够早期发现这个个案 早期去做疫情的阻决 可是你如果使用公布日的话 它就会受到很多行政作业上的一个影响 它没办法反映这个发病日的状况 接下来用一个建设性的方法 来共同的替防疫来找出 就是目前还需要更为加强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是 关于我们的医疗整体的量能 那目前所采取的 就是说轻症者呢 会只有重症者才住院 那轻症者可能会透过 像是中央说的加强版集中检疫所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说的 加强版专责防疫旅馆 不过我想请教詹老师的是说 因为美国的CDC 它有公布认同了 其实病毒也会透过空气来传播 不是过去大家所谈的飞沫传播而已 所以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些收治场所 就是像是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 他们的中央空调 有没有可能成为防疫的破口 还是说其实轻症或无症状者的传染力比较低 所以应该不至于有这层的顾虑 我想那个所有的收容的地方 特别是已经知道检验室阳性个案的收容所 所要之物就是一定要去检视它的通风状态 因为现在新冠病毒知道它经由空气的传播 是这个疾病传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跟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经过接触到一些污染的表面 然后所造成的传染可能还更重要 因为这些病毒可以漂浮在我们的空气中 还蛮长的一段时间 如果是它的通风不好的话 所以在把既有的建筑物改为收容所的时候 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政府单位要去了解它的通风的一个设计的方式 那常常我们的冷气是有进风口没有出风口 那出风口如果没有的地方 那一定要打开窗户 用自然通风来稀释掉室内停滞的那些空气 那这个部分是台湾应该做得到 用大部分我们的窗户都是可以开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步 那更好的方式当然要去改善空调 问题是空调要改善不是短时间可以 所以我都是建议即使在开冷气 你还是要开窗户 让这个通风好 那让被隔离的这个民众呢 在他的空间里面有充分的外气的这个流通 那会不会透过中央空调互相的污染 这要看每一个空调他的设计 这不能随便讲的 但是要务就是说 我们必须让被隔离的人的空间 有新鲜的空气来替换 那如果目前所征用的 是没有足够的新鲜空气来替换的时候 那危险就会比较高 那希望说我们可以改善 那特别是医疗人员有必要去接触到这照顾者 了解他的健康状况 那一段时间那个通风更重要 除了个人保护戴好口罩或是穿好防护衣之外 通风是常常被忽略 那接下来请教您关于清洁消毒的层面 因为比起方舱这一类的野战医院 必要的时候床一推开就只留下了四面墙壁跟地板 是能够彻底的清洁消毒的 可是目前所征用的这一些公务宿舍或防御旅馆 他们的倾斜消毒工作在繁复的家具摆设之下 还有可能到位吗 应该是不会很困难 如果大家觉得很不好的话 要不要在征用的所有的夹性上面 铺上一层可以比较平滑的这些材质的东西 比如说好的塑胶的材质 那你就在上面消毒后是把它处理掉 如果大家这么担心的话 那我还是觉得说大家要知道说 空气传染才是最主要的路径 所以在消毒的时候 如何对着这个隔离的空间的 它的这个空间里面 用物状的方式做适当的消毒 可能是蛮重要的 了解 并不是只有对着表面 在今天的观点会课室当中 我们为各位专访到的是 前台大公卫学院的院长 詹长泉教授 总的来看 2003年SARS的时候 台湾政府高喊了所谓三零 就是零死亡 零社区感染 零境外输出 但两天后就爆出了 和平医院封院的事件 如今仿若在线 面对了缺水 缺电 缺疫苗 缺快筛 缺医护 缺病床 满而易的只剩下病毒 我们除了不放弃围堵这图之外 另一方面 没有任何的战争 可以靠防守就打赢 驿战的终局 仍需寄出疫苗 台湾的疫苗需求十万火急 怎能再以人命伤亡 作为执政者的赌注呢 我是陈伟 非常感谢您收听 今天的观点会课室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中心 跟NIT Radio全球广播网 所共同直播的